耶稣赶出了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 次日又进入圣殿时 犹太领袖们来质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这些人仗着自己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属世权柄 表示了本该从主身上发现的上帝的权柄 他们已经谋划好 只要耶稣一说 这权柄是从上帝来的 他们就马上起诉耶稣 但主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内心 便反问道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这一强妙的提问 让犹太领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们若说 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 那拒绝约翰的他们明显就是藐视了属天的权柄 如果说 约翰的权柄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又害怕百姓 因为众人都把约翰看为先知 结果 藐视上帝又害怕人的这些人 只能说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那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其实 他们若是放下偏见 回想这期间耶稣的做工 不难知道 耶稣的权柄是从何而来 但犹太领袖们关心的 并不是上帝的权柄 而是如何守住自己的权柄 但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拿撒勒人 却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这让他们既害怕又不想承认 于是选择了藐视耶稣 他们能这样藐视带有上帝权柄的人 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将自己的权柄 完全彰显出来 诸有两种权柄 一种是拯救人的权柄 一种是审判人的权柄 现在只向人显明了拯救人的权柄 这是出于想要拯救罪人的上帝的旨意 如果耶稣在地上的期间 以一并彰显审判的权柄 那么犹太领袖们 可能早就为了躲避刑罚 而在耶稣面前跪地求饶了 但主的心不是这样的 主无论何时 都想要和真心悔改的人 感谢主恩的人 以至爱主的人同在 所以主今天还在隐藏审判人的权柄 唯独显出拯救人的权柄 主为了进行这一拯救的施工 使用了教会 并设立了他的仆人来带领教会 但教会里仍有一些人 就像以前的犹太领袖们一样 只因看不见审判人的权柄 就藐视拯救人的权柄 寻找真心悔改 真心爱主的人 这是主的旨意 我们不能恶用它 今天既然显明了福音 就意味着将来会有可怕的审判降临 所以 在主还显明拯救人的权柄时 我们不能藐视 不然将来主显明审判人的权柄时 就要面对可怕的实相了 主至今也在隐藏审判人的权柄 并忍耐着 让我们理解主这样的心吧 让我们同心合意地跟随教会的带领 从而让教会大大彰显主拯救人的权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